很多报道都显示在极端气候的情况下 各大都市目前最大的危机就是原来的赤水系统无法应付豪雨所带来的洪灾 而美国的陆军工程兵团推出了建设海岸防洪设施计划 和新台币赤字大概要1.6兆 它会花14年的时间 但是保证可以换来半个世纪海岸不受清洗 非盈利组织的质疑是 现在气候变迁变化的这么快 风暴潮不是美东唯一的天灾威胁 像是暴雨的洪灾野火的雾霾还需要更多建设 那么这个计划在拍板定案前能不能更加周延 2012年10月山敌飓风重创纽约纽泽西州沿岸 巨浪冲垮民宅地铁站淹水曼哈顿下沉区大停电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花了10年时间 2022年9月推出计划 要赤字526亿美元约合台币1.6兆 为大纽约都会区建设海岸防洪基础建设 工程预计耗费14年 将在纽约市周边主要水道建设12道风暴潮闸门 当风暴来袭时关闭 保护社区不受海水侵袭 这像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史上最昂贵的计划 目前还在等待国会审核批准 经费65%由联邦政府资助 剩下的35%是纽约州和纽泽西州政府支出 花纳税人的钱 但计划存在的缺陷 不是每个人都买单 被引力组织河流看护者指出 建造海堤只能预防百年一件的风暴潮 但无法因应海堤面上升带来的危险 以及强降雨带来的内涝 随着气候变迁家具 挑战也在改变 2021年9月 四级飓风爱达从路易斯安纳州登陆 在没有风暴潮的情况下 造成纽约市大烟水至少26人死亡 最近一起天灾是上个月的美东暴雨 洪水过后两天 灾民们还在清理被拟拟侵占的店面 纽约地区还面临其他气候变迁冲击 例如加拿大野火造成的雾霾 以及夏日热浪 都不是一个赤字1.6加台币的海堤可以一并解决的 虽然陆军工程兵团挂保证 这项计划能在50年内保护海岸不受侵袭 让纽约纽泽西一带因风暴潮造成的经济损失 平均每年减少62亿美元 约合台并1979亿 但学者和非盈利组织仍呼吁政府首长 先倾听地方意见 让这项计划更加健全 So we're at a moment now where our local leaders, the governors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can say to the core, we don't approve this plan we want something different, we want multi-hazards let's continue to work on it, let's partner and get something better that then goes to Congress we're not seeing any indication yet that t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s where we're trying to get the message out 纽约市的洛科威半岛 也是十年前山敌飓风重灾区之一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承包商 去年底在这处海滩上放置大量沙子 沿着12公里长的海滩 堆放出76公尺宽的沙滩 这也是纽约治水的方法之一 目前执行的两项海岸堆沙合约 成本约3.5亿美元 约合台并110亿 但看在学者眼里 这仍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学者们不断呼吁 政府要多方纳入考量 才不会花了大钱 却只解决冰山一角的问题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